草叢边的铁皮屋起火燃烧 屋内火势不小浓烟直冒 偏偏附近找不到水源 消防人员从消防车上 拉了长长的水线进行灌溅 尽管消防人员在20分钟内扑灭火势 但屋里早已一片焦黑 连机车都被烧到只剩骨架而已 惨的是清理火场时 就在屋子里发现一具男性骄尸 火警发生在14号中午 地点就在嘉义市水源处附近 这个没有门牌的铁皮屋 平常独自住着一名49岁的温姓男子 午夜他在13日与家人通电话时 并没有任何异状 目前了解可能是男性 可能大概是50岁 某些男子行动自如 怎么没有在第一时间逃出来 还是死者另有其人 检警将近一步解剖 取DNA已确认身份 并进步追查铁皮屋起火的确实原因 TVBS新闻季健亨嘉义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